闸门打开了,马匹顺利出闸 那现在呢就有二号的弥勒园 他在外篮的位置尝试想要抢前领 但是大富翁从中间上来速度是更加的快 那另外呢就有守在内篮位置的 那是一号的周末宁静 另外还有一匹加入战团的则是迎疯狂 大概是一个多马尾之后呢 绿色彩衣的则是塔西 接着就还有一匹九号的是天使宝宝 然后换了周五就在一个马尾之后 跟着后面再上来有过江龙啊 然后呢就有重逢 另外一匹则是击中 他是守在内篮的位置 距离前面领放的马匹大概是有四个多马尾 转路最后四百公尺的时候呢 现在大富翁他还是在内篮的位置走势很好啊 另外呢就是弥勒元 弥勒元现在呢已经是要赶上大富翁了 现在他在前面带出了有一个多马尾 看看后面冲上来的马匹 塔西现在拼命的在追 然后呢就还有一匹是九号的天使宝宝 但是现在弥勒元呢走势很好 弥勒元在这场散事呢是顺利的迎马了 然后呢就有塔西跟九号的天使宝宝 接下来欢乐周五或者是周末宁静啊 中间再上来的呢就是这匹四号的击中 其他马匹呢就包括有迎风狂 是在内篮的位置 外面再上来还有重逢 然后是大富翁跟着一匹是过江龙啊 应该是最后过终点了 好了弥勒元最终是大热对线15块钱独赢6块钱的位置 而且也是赢得相当的干脆啊 郭伟勒今天两场啊 对啊一个火焰山 一个弥勒元 这都是摩西那些南宁的叫救命的那一群里面的 等一下他还有一匹纳瓦利啊 哇那个就是热的烫手 第七场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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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